天气方面的消息 那么日前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 在今天上午的9点钟已经形成了青台了 这也是在今年第一号的台风克吉拉 目前距离恒春是1000公里 不过气象局表示呢 这克吉拉并不会朝台湾而来 倒是在南海附近现在 还有一个热带低气压正在蠢蠢欲动 气象局也密切的观察 今年第一号台风克吉拉已经在台湾东南方形成 不过气象局预测 克吉拉直扑台湾来的机会并不大 其实主要还是比较朝向东北东方向移动 那其实距离台湾的距离的话 其实是越来越远的 气象局说依照现在卫星云图显示 克吉拉位置是在距离恒春约1000公里的位置 但目前陆迹预测4号5号会往日本过去 台湾经历两天反倒是受到东北季风影响 气温下降两度 晚上受到东北风有点增强的影响 所以在北部跟东北部和东半部地区的云量 会变得比较多一点 然后可能会下一点一些短暂雨的一个现象 那这样的一个天气的话 大概会维持到明天白天 明天可能还是有一些比较短暂的雨势 那云量上也比较偏多一点点 那不过中南部的天气相对上还是比较好的 气象局说目前在南海位置 还有一个热带性气压在蠢蠢欲动 会不会发展成台风这两天还要观察 中文新闻正宁中亚一帝台北报道